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的中国雪香景区进入客流高峰,但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有关雪香酒店价格上涨的热门话题。 景区附近普通酒店民宿一夜动辄要价上千元,引发了游客的吐槽。 记者以游客身份询问景区工作人员得知,2024年元旦后,酒店价格很可能下降,预计雪香景区将持续开源到2024年3月。 海林市市场监管局已派驻工作人员在元旦期间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雪香景区景点全称为中国雪香国家森林公园,占地面积17916公顷, 位于海拔1100米处,由于客流激增,周边酒店大多客满,价格水涨船高。 景区工作人员称,他们无权干涉酒店价格,但预计明年元旦后价格将回落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